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做一下盘中的点评 那么商量的说,今天滴开滴走 滴开这种呢,跌到3528的一个位置 那么后面会怎么走?可能有些朋友呢,又不担定了 那么首先的话呢,咱们先表达一下大的一个方向和态度 然后呢,表达一下小细节 好,第一,那么在连续三天这样的调整 它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输率还是比较急切的 而且的话呢,那么连续三天的时间 每天上涨的股票加速和下跌股票加速的一个比值来讲 接近1比3,1比4 也说呢,75%甚至80%这样的股票呢,是呈现下跌的 最后呢,少数的1%甚至1%不到的股票呢 是上涨的,也说呢,临近这段时间 它的一个亏欠效应是大大增加 赚钱效应的话呢,是比较少 好,那么像今天这样的调整 已经接近了前低 3515 那么这个位置后面会怎么走呢 是绝处逢生 还是属于继续杀恐慌盘 逼出更多代写的筹码 这是两种不同的语境和选择 好,那么呢,表达一下个人的视角 就是呢,市场咱们之前呢 经常讲的一个两句话 一句话呢,叫做恐慌中 出机会 疯狂中 出风险 另一句呢,就属于严谨意识意 实时严谨难 那么这个基点的话,个人认为它接下来可能 面临 以小周期来讲 它可能会迎接 这样的调整的话呢 可能会迎接一次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这一点的话呢 在今明两天或者是短周期是可以预见的 或者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呢 反弹过之后 如果反弹过之后 它的空间 持续性 都不可期待 而后的话呢 有可能会直逼前低 就是破前低 3515 破前低之后呢 甚至考验3500的位置 好,而后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然大概率会呈现杀恐慌盘的一种举动 或者一种一种动作 因为那么 绝处逢生 不绝望难有新生 新生在绝望中 酝酿在绝望中 新生 而绝望不是一个人的绝望 它是一群人的绝望 一群人的绝望的话 在市场当中体验的就属于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中后端 出现放量 下跌 杀恐慌盘 好 当然这是一种个人的一种视角态度 那么咱们再结合禅论的一个维度 那么当前的话呢 再 咱们来回顾一下近期的 这样哪个 连续性的一个观点和跟踪 列出的话呢 在今天 盘前 今天 在九点钟的时候 十月二八日盘前 黑洲市还是红洲市 大环境不乐观 一笔上可完成 防范一笔下的开启 然而在昨天 十月二七日 晚来天欲雪 能引一杯佛 谨慎谨慎 再谨慎 好 那么当时的话呢 就是防范的是属于顶分型破五军 一旦出现顶分破五军 一笔上可结束 防范一笔下的开启 好 十月二十六日 在没有明显方量的配合下 反弹中将走不远 除非能够补量 十月二十五日的话呢 还商政指数 周开日开 接收新 创业版纸 日开周开接收新 变盘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 三月三月越来 丰满楼 从十月二十五 好 这个位置呢 讲到的一个 嗯 节点 属于什么呢 讲到节点就属于 没有补量 反弹走不远 然后的话 从十月二十六 十月二十七 十月二十八 那么呢 其实反复的是 对于盘面来讲 对于市场环境 提醒风险比较多 但是我发现一个 非常直面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声音 或者是一些栏目 不管是微头条 还是说这样复盘 阅读量是最少的 为什么 因为绝大部分 古有或者是人之天性 更多的人 百分之 绝大部分人 只看自己想看的内容 只关心自己 想关心的内容 只听自己爱听的声音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现象 这一点无可厚非 好 那么像当前 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 那么对应了 其实这连续几天 或者整个十一之后 考验的是什么呢 就是仓位管理的能力 和风控的意识 如果说仓位轻 那么呢 这个时候下跌 应该是拍手称快 跌得越深越急 越充分 杀出恐慌盘越好 为什么呢 这种下跌 一旦恐慌盘杀出来 那么新的机会 比人隐喻而生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目目唧唧的 那么呢 他依然没有太好的机会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 继续往下面去看 当前日子线呢 这是一笔下的延续 这个一笔下呢 目前来看到 还在发展当中 还没有完成 还在发展当中 那么用三十分钟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前面 这种可能性 就是咱们前面推演 五分钟中速延伸 作为三分钟输 而后呢 走三分钟向下离开 对吧 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就是当前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他是三分钟一笔下 五分 日线呢 还没有形成一笔 三分钟一笔下 而且跌得比较急切 那么用五分钟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当前这是五分钟的 一个先端下跌 那么接下来推演的 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个人认为 这样的一个下跌 连续调整三天 在三千前低附近 前低附近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次 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这个一分钟级别反弹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一分钟盘整上也好 或者是一分钟的大的线段上也好 那么最终的话呢 他是要完成五分钟中枢组建的 若说呢 接下来他可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呢 反抽一下 力度可能没那么强 回落 再反抽一下 然后的话呢 再往下走一个五分钟的向下离开段 这是这组建一个五分钟的走势类型 五分钟走势类型的话呢 那么他对应的是从三千七百二十三点位以来 把他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延伸过之后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剧情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把五分钟中枢延伸 作为三十分钟级别中枢来去看待 走的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向下离开段 当这个五分钟呢 结果走完过之后 观察他和他有没有被磁 如果说有被磁的话呢 对应呢 可能会迎接一个反向的运动 如果说没有被磁 这一段和他没有被磁 那么呢 对应的话呢 他反反的是五分钟的趋势项 所以说呢 这是当前处在什么阶段呢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先段下跌 后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处境 也就是说呢 起跌之后后面呢 可能会震一下 震过之后的话呢 再选的方向 如果说呢 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情况是属于 好 这个回落 然后呢 形成一个中枢过之后 再回测 他与他有被磁 这样的一个段下跌呢 和这个位置也有被磁 那么双被磁的作用之下 后面呢 一个反弹的动作 这个反弹的话呢 如果说是一个五分钟 级别的盘整上 然后呢 就属于 三十分钟线段上 日线的一笔上的话呢 可能至少延续一周 到两周的时间 这个反弹 如果说呢 后面这个位置呢 他与他没有被磁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也没有被磁 那么呢 发展成为五分钟的趋势项 好 调的更深一点 调的更深一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点后面再进行 反弹的话呢 那么还有同样的 再观察他的一个反弹力度 这是需要跟的 就是说眼下 起跌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需求 或者是一分钟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随时可以去期待或者发生 但是这是一个 推演的一个视角 那么呢 还要基于根而已 好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 从日开 三十分钟 五分钟 如果从一分钟的话呢 咱们近期表达的话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一分钟的一个 视角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节点 用最笨的方法的话呢 观察下方低点和低点 相连的趋势线 然后呢 以这个一分钟中途延伸的趋劲 就是说呢 向上 离开力度 有力度 一定要有力度 方量 那么他才可能会反弹去命 否则的话呢 向上结构饱满 要逆向思维 也是当时讲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向上 能够出现什么 出现 例如呢 靠近上沿 找卖点 靠近下沿 不破的前提下 他可能是新的一个观察点 但是一旦破了 反处站不上去 他实际上就属于调整的开启 咱们昨天 收屏的时候就讲到 当下呢 他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调整的开启 那么今天 继续往下 当然了 涨了这一点呢 并不是说谁的判断精准 谁的判断是对的 我觉得这一点毫无意义 更多的是一种 你对仓位管理 以及呢 你在交易过程当中 有没有清晰的退出机制 好 这是商政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创业版纸 创业版纸的话呢 当前也是属于 顶分之后 当前的节点的话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弱势的一种状态 然后从板块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 昨天点到一个节点 就是呢 昨天强势的 像电力也好 像 绿电也好 那么今天大概都会分化 而今天呢 最终盘面能不能止得住 就是呢 下跌 会不会出现 像例如下午盘 会不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 一分钟的反攻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还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有没有板块 能够脱底 例如像金融 会不会搭把手 等等 好 那么板块的事情呢 视角来讲 上近期 板块缺乏持续性 这是一种共识 这也是市场的一种呈现 好 当然我们再 多讲一点 就那可能 在做一个 修缠的也为自己 在进行证明 就是呢 有不同的粉丝 朋友 不同的故意的话呢 可能自己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好 修缠 在头条上进行分享呢 外部 以下几个内容 一最最核心的 也是呢 惯缠始终的 是呃 交易体系 或者是技术方法 理念的一种呃 分享 这种分享的话呢 核心是以呃 残论的一个呃 残论思想的表达 其实呢 很多对残论感兴趣的 其实我们都用呃 用同学 或者用师兄 师弟的一个视角 可能更贴切一点 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是谁呢 是残师本人 残师 就是残论的作者 我们只是呃 受益于 有这样的一个 经验理论而已 那么中途的话呢 像穿插 列出像 技术性的技术方式 不管是均线 MICD 还是像系统性的 三线操盘 还是涨停 单阳不破 等等一些 技术性的方法 这一块呢 是呃 也是呢 呃 讲的比较多的 中途的话呢 列出对板块 对市场的判断和推演 对于板块方向 包括呢 个股电评 这些呢 只是呃 为了更好的满 更好的去体现 以上两点的 当然对于不同的 股有不同的粉丝 可能自己的需求不一样 如果说呢 哎 对于理念 对于方法 对于技术本身 想要提高的 那么你能看到 对想看的内容 如果对于方向 有的朋友呢 也会 留言说 哎呀 关注的聚焦点不一样 有的朋友呢 哎 某一次股票涨得非常不错 修缠太厉害了 哎 某一次股票点过之后 后面就呢 行情变了 后面的市场发生 变化的时候 那么呢 从能搞 转化也不能搞了 哎呀 跌了 跌成鬼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呢 就像什么呢 修缠就像 就像什么 举个 熟一点的例子 就像 就像开 开饭店 是一样的 那么提供的栏目 如果说 对你的口味 那么呢 常来听 常来看 然后呢 坚持这样去 进步提高 如果不对你的口味的话呢 可以以笑而过 转身离开 无所谓 因为呢 这是一种 修缠没有 没有自负道 没有自恋道 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这种程度 但是呢 我发现 如果说 有的朋友 以为行情一跌 那么呢 有的朋友呢 看这两天 有留言的个别的朋友呢 力气比较重 哎呀 一 可能是中伤被套的原因 二的话呢 对于仓位管理 对于理念这一块呢 不屑一顾 或者呢 也不重视 更多的话呢 拒绝到个股 如果说来碰到 好的股票了 那么呢 可能很 很惬意 很开心 如果碰到不好的股票的话呢 很沮丧 甚至说呢 力气比较重 出业 不逊 这一块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再次声明 修缠呢 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金融演书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也没有任何助理 任何 不管是 方向 还是板块 还是个股 只是作为技术层面的一个交流 经过参考 要有自己的决策 以及呢 风控的表达 就像什么呢 就像咱们前面对于风险的一个提醒一样的 列说的话呢 对应了在 9月14号的时候 当时呢 大盘跳水 刚破五军 整体仓位该不该减 当时的话呢 就提出一个 认知 就是呢 应该降一降整体仓位 再者的话呢 在11节前 高破为主 还是低息为主 明确指出呢 应该是且战且退的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 关于风险的 关于控制仓位的 关于这样的 有的朋友呢 是深受其异 就是呢 非常有感觉 有感触 然后的话呢 也是 因此而有更深的启发 有更大的进步 也有朋友呢 可能对此不屑一顾 以至于呢 像当前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其实什么技术也好 方法也好 不是说有用 没有用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去用呢 就是呢 像这样的节点 你的仓位低 你仓位低的依据 它本身就是技术层面的 一个佐证的 例如在这个节点之后的话呢 后面你就是降低 第一次降低整体仓位的 后面呢 且战且退的 近期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 弱反空间有限 在这个节点 主要说仓位整体不整体不重 偏轻 那么呢 应对当前这种行情来讲 其实是很从容 耐心的等待 新的机会点出现 如论这个位置 且战且退 你是属于 你是属于 平凡的作战 平凡的作战 而且呢 仓位比较重 交易比较平凡 这种情况下呢 百分之 几乎百分之百一定是亏损的 而且呢 亏损的话呢 是属于反复亏损 但是反复亏损的一个 核心因素呢 是因为环境变了 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是还能赚点小钱 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是连本带利的 亏了市场当中去 但是呢 还是说要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视角 对市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判断 然后呢 风控体系 然后的话呢 折股的话呢 分为能搞的 不能搞的 交易的话呢 符合买点买 符合卖点卖 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观念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 也今天得看到 有位朋友 留言留言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比较比较犀利 说呢 我不喜欢听这些大道理 我也不喜欢听什么方法 你就告诉我什么板块 什么个物 什么方向 未来 市场市跌就可以了 这一点呢 修缠做不到 修缠也 第一 即便告诉你主观倾向 主观倾向未必是对的 第二 修缠也没这个能力 清楚的知道 第二天市场市跌 或者说呢 一个星期以后 或者一个月以后 市场市跌 修缠没这个能力 修缠呢 是 你可以 不管是技术分享也好 还是说是观念的表达也好 那是神棍干的事情 好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就当前的话呢 像这样的下跌 下跌的话呢 大方向来讲 这个位置调整 还不能设备结束 就是呢 一笔下 大概的是有可能会完成的 就尽管没有出现 强底分之前 对市场来讲 不要有太高的 不要有太高的这种期待 但是呢 这种提跌过程呢 前提附近 在3515和3500点 这个附近的位置呢 可能会称一下 有一个一分钟的反弹 这一分 或者是有震荡 震荡过程的话呢 再看它力度 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市场在插恐慌盘了 这个恐慌盘 不出市场难有好的 太大的好软 恐慌盘出来过之后呢 新的机会就会呈现出来 那么呢 仓位轻的 那么呢 等一等 后面后面的有更好的机会 仓位重的 这个节点的话呢 当市场在插恐慌盘的时候 这是最尴尬的 有的时候呢 你要是不应对 你寝食难安 坐立 不安 应对的话呢 有的层面 有的个股 具体分析了 可能会隔来地板架 但是呢 这个位置 认为呢 他还没有 条例还没有结束 所以说呢 考验呢 就是前面 有没有足够的谨慎和应对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 内容 对于市场的一个态度 对于交易的一个 一个保持平常心 然后的话呢 还是坚持形成 一点理论下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系统性的东西 好 这是咱们讲的一个 内容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